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总会举办的2018年WDSF台湾舞蹈节大满贯积分赛 将于6月30号、7月1号在台北体育馆盛大登场 这是台湾首度争取到国标舞和拉丁舞的重要国际赛事 届时有来自国内外200支队伍参与 各国好手同场较劲大秀舞技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总会举办的 运动舞蹈国际盛事2018WDSF台湾舞蹈节大满贯积分赛 将于6月30号以及7月1号连续两天在台北体育馆盛大登场 中华舞总会长刘美丽表示 这是台湾首度成功争取世界大满贯积分赛的举办权 将由来自世界前百强的拉丁舞与标准舞选手起居一堂 舞力全开一较高下 相信届时除了可以看见精彩万分的舞蹈比赛 也能够让国内选手有机会开拓视野精进舞技 让国内的选手可以参与 可以更增广他们的视野 加强自己的实力 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上 特别邀请了八对台湾选手 先以精湛舞技 让大家感受国标舞与拉丁舞所带来的无限魅力 这当中除了成人组青年组之外 为了让舞蹈运动向下扎根 在儿童舞蹈部分也相当不遗余力 这次野江参赛的台湾选手林传恩就表示 以往都必须搭飞机到各国去参加积分赛 这次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家乡 就能够和世界各国好手较劲 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我们每一次都要专门搭飞机出去 然后看他们跳舞去跟他们学习 然后这次可以一次聚集这么多的高手在台湾 我们是非常紧张 但我们也非常期待跟他们一起较劲 这次最受瞩目的就是俄罗斯级世界标准舞冠军 以及世界拉丁舞冠军都会来台参加这场赛事 并有国内外共200支队伍 400组报名组次投入 不仅是台湾运动舞蹈最高规格的国际赛会 民众更有难得的机会能够欣赏到各国选手的高潮舞技 记者杨宝洋 周芳琪 台北采访报道